好,玩具TV又回來了 第十三季第八集 剛才玩完NECKER,我們繼續 不過我想說,你只看這個盒面 我以為是日玩來的 但對不起,我們繼續介紹NECKER的東西 但就是日本風,我們飛了回來 他用回當年這個,這隻叫什麼名字? 什麼什麼對哥斯拉,我那時候應該是一條蟲 70年代,60年代也不奇怪 用回當年的poster來做這個box art 又省水又省力又吸引,這招真是絕 介紹的就是當年這個好早期造型的哥斯拉 對了,box一打開,其實都是裡面的東西,沒什麼特別的 馬上說一句話 這隻就真的非常原早的感覺 確實根本就是原早 非常BB樣子,是Q版,很可愛 真的問你死了沒有? 如果坐開哥斯拉的話,這個版本的玩具相對性都比較少 當然是X Plus有出過 之前有,好像我們有沒有介紹過 沒有 我們介紹的都是古靈精怪的,近代的哥斯拉 那麼早期的哥斯拉就真的剛剛才介紹 本身其實組件方面是不多的,有哥斯拉,本仔,尾巴和嘔吐物 裡面也有張紙仔跟大家說明 如果想塞尾巴進去的話,就浸熱水吧 當然我們是沒有熱水的,我學一句很出色的名句 暴力出奇蹟,奇蹟就出來了,沒事的 尾巴也是可以動的 兩節還是三節的關節 很多節,兩節,三節,四節 難怪他變成尾巴,雖然我不敢說可以放得很誇張 但是每一個動動都很自然 左右發又行,很厲害 動一下他的頭身手腳 手就是兩節 其實可動性就一般了 手指也可以動 四隻一起動 三隻,兩節都好過沒有 他懂得動的原因是因為他有一支嘔吐物 變了就可以 淡一淡 對 就可以嘔吐了 之前我們介紹的哥斯拉,好像都會有著燈效 對,不過這隻沒有 如果這個可以有嘴巴的燈效,出來的嘔吐,嘔吐 本身我相信也是三百元左右 我真的不知道價錢的,老實說 但是我覺得不會貴 還有 而且縱使玩膠,你這個合金控,你拿這東西上手 那個重量感真的沒得撐 和朗膠真的不同 而且我都可以控近一點點,本身可以看一隻哥斯拉的造型上面 它本身的雕刻,雕紋理,是很清晰的 那些毛,或者是深淺的陰影,它全部都做了給你 真的這東西真是瘋狂的 另外後面那些角,也有做一些陰影,還有一些凹凸紋 變成了整隻的真實感大了很多,感覺很皮套 對,你又說皮套,因為當年這個特攝,很像特攝那種質感 另外也是那句,頭就照樣可以移動 坦白說,可動性其實是一般的 因為本身,它也特別是手肘的位置,雖然有做到比例,但其實你不是怎樣咬得動的 它有東西頂住,已經是極限了 還好就是手指要動,最重要是什麼呢,都是口筱動 你真的要扭它的話,當然它也有一個膝關節 但是本身也挺實力,所以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這個位置已經是極限了 我這樣扭,當然也可以向前,但不是這麼自然 如果喜歡歌斯拉的,這隻品牌比較便宜,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是的,德哥適合你,你經常要出去拍一拍,其實這隻品牌擺姿勢不錯 不是的,先拉後一點,這樣就清楚一點 雖然我們還是拍不完尾部,不行了 我們換它TV的LOGO遮一下,不過沒關係 這隻品牌呢 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這隻品牌帶著沙灘,拍日落的感覺是多棒 不僅僅這隻品牌,其實本身其他NECA的哥斯拉系列 質素都很高,所以真的拍實景 是一個很理想的選擇 還有多一句,價錢 我不覺得這隻品牌會貴 所以變成都是那句,如果大家喜歡歌斯拉的,我不知道坊間有沒有 有的話 三個水流下,我覺得都超值 多一句,買這個也值得 最重要是什麼,買這個 好,今次很快地講完,就是哥斯拉,稍後見 有一個很快地講完 就是哥斯拉 我們現在如今 都很快地講完 其實也有一個很快地講完 很快地講完 我們現在看到了 我們在這裡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是不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